各位利用姐妹大家平安 2021年即将迎来圣诞节 可能大家都很忙碌 不只是公司年终忙碌 教会的圣诞步道会也忙碌 展望2022年 波总相信 不论世界的经济局势 有怎么样的变化起伏跌宕 上帝都要在波总 也要在他的国度里成就大事 面对新的一年 波总有一个奉献的计划 Machine Fund 我们给他一个很响亮的题目 很响亮的标题 就是点燃热情共产奇迹 我们很诚挚地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点燃热情 点燃什么热情呢 点燃重返圣经的热情 看见上帝的话语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带来何等大的祝福 而且我们当相信 并且经历他的时候 我们就要体会到 原来应许是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使我们的心里 重新有温度 重新有力量 点燃热情 上帝透过波总 过去2021年 疫情缓解在台湾 我们办了一些线上 和实体的圣经讲座 我们看见弟兄姐妹 透过这些讲座 经历到重返圣经的热情 当然不只是 今年我们重返圣经 透过圣经讲座 明年3月 2022年的3月 我们的团队 正计划前往以色列 这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 历代制的 这个影片的拍摄计划 我们很需要 弟兄姐妹的支持 因为你的支持 会使我们 点燃更多弟兄姐妹 阅读神话语的热情 这是一个运动 不会只是一个奉献 也因此 它需要的 不仅仅是奉献 还有你的祷告 如果你对播种 有很多心中的建议 或者是负担 欢迎你 可以在我们的官网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留言 给我们一些鼓励 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相信你的热情 我的热情 在上帝的国度里 虽然都只是一点点 一点点 但是这个Matchin Fund的计划 就是让我们看到 其实不会只是 我们看到了一点点 它会有加成 Double的效应 当你为播种奉献五块钱 我们的共同创办人 也要为此奉献五块钱 那这个Matchin Fund的计划 确实是很希望 能够影响更多弟兄姐妹 点让我们心中 在推动上帝话语 重返圣经的热情 不只是讲座上如此 我们也希望 每一年我们所推动的 圣经试听教材 可以带给更多弟兄姐妹 更多神国的百姓 在阅读上帝话语的热情 很高兴 今天看到我们 这个短短的宣传影片 鼓励你为我们奉献 也为我们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